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了发光的原理 其实我们介绍到吸收跟emission 就是发光跟吸收的两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些发索的design 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 像phosphor的发展的history 那我们会先回顾一下这个phosphor的发展 特别是在无稽的这个phosphor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design的基本的原则 我们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 我们已经summarized出来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牵涉到这个phosphor的design 那看完这些design以后 我们会summarize一些general的rules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设计一个发光的材料 大致上要从哪几个方向去考虑 所以这个我们会摆在这个general rule上面 来跟大家介绍 介绍完了这个我们会看一些实际上的example 就是实际上的这些 举三个主要的这个例子 一个是氧化心 一个是硫化心 这些主要的例子来介绍这个phosphor的design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些发光材料 它的效率跟灰度 到底有哪些因素呢 会影响它的发光效率 跟它的这个brightness 跟这个灰度 这个灰度我们还没有详细的介绍过 那这个效率呢 大家都知道效率 如果大家做有机的话 或者有机实验 你可能要去看它的quantum eel 就是说一个光子去激发的话呢 会有多少个光子被激发出来 那这个是发光的效率 那发光效率其实是非常的广 那发光效率有量子效率 其实有能量的效率 有流明的效率 那这些我们在特性鉴定的时候 会详细的介绍 灰度 灰度跟光谱的强度呢 是不一样的 通常灰度呢 它的单位呢 是candela per m2 所以大家如果有做过OLED 或者是相关的呢 brightness 它的单位呢 通常我们用candela per m2 或者是nit 用这样的这个单位 我们把它叫做灰度 灰度呢跟这个spectral intensity 所以灰度呢跟光谱的强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灰度的话是牵涉到人的眼睛的结构 那人的肉眼呢 其实对某些波长的光呢 是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sensitive的 那所以 这个就牵涉到这个灰度的问题 比如说绿光呢它是非常sensitive 虽然绿光的能量呢还不如蓝光 但是人的肉眼呢 对绿光呢 其实它的sensitivity呢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叫做灰度 spectral intensity 你在光谱上量到的 像Y轴的这个强度呢 跟灰度呢是不同的 好 所以这个灰度 我们其实在特性鉴定的时候 会详细的讨论 这个地方呢 只是提出来 介绍一下简单的这个原理 另外一部分 温度的效应 这些发光啊 跟温度呢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特别是 我们谈的是固体的发光 那大家想到固体 如果你有无机的一个matrix 那在不同的温度呢 它这个matrix的振动 或叫做photon 或叫做生子啊 呃 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发光中心 它的发光 所以 当你改变温度的时候 可以说是会比solution里面的 发光的分子啊 它的效应呢 更明显 所以这个温度的效应 我们会举几个例子呢 来谈这个发光的这个效应 那最后我们会谈到一些 当你设计这些phosphorus的时候 那浓度的这个factor 就是说 你现在设计一个phosphorus 那我到底要设计 我把matrix host 把它合成出来以后 我们到底要 doping多少的发光中心 或者是activator的浓度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会谈到这些activator的optimization 那当然会谈到所谓concentration的quenching 当你掺杂了这个发光的中心呢 concentration的quenching 我们叫做浓度的脆灭的效应 这个我们把它翻译叫做 叫浓度的脆灭的效应 叫concentration的这个quenching 那 这牵涉到你掺杂进去的这些 发光中心的浓度 对这个发光的强度的影响 好所以这一章里面 我们大致上要介绍这些主要的重点 那 特别是无稽的发光的材料 我们叫无稽的荧光体的发展呢 其实从19世纪末 其实就有非常横薄的发展 那 我们先看看再近一点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 这个荧光体发展 大致上呢 有这些理论的support 那 一开始这些材料的发展 当然 不太有理论的基础 等到这些材料呢 它的 数量 多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 有一个理论的基础啊 来support 这些材料的发展 那你要合成性的材料 通常呢 你需要知道这些理论 常常有同学 来找我 他就说他要做应用的东西 其实 就发作这个材料来讲 你不懂得理论的基础啊 你很难 再延伸去做应用的东西 那 这个部分呢 大致上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 有三个主要的学派 提出不同的理论 那第一个呢 是日本东京大学的龟山职人的学派 在1930年代呢 其实在1930年代之前 1930年代 日本呢 在这个 发光的材料 其实他就有 非常深厚的这个研究的基础 那 那 这个 学派呢 基本上他研究的 主要是 是 呃 这个叫做 在平洋的这个战争 特别是在中国 是一个 呃 战区 那 在这之前呢 其实日本已经有 有 在这个军事的 战备的发展上面呢 就连这个 荧光材料这个部分呢 他们已经有 准备 那 这个部分呢 在193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 日本在 发光材料的 呃 研究的状况 还有实际上的应用啊 呃 几乎基于这个 世界领先的地位 所以 在国内 其实有很多 呃 呃 厂商 包括LED的厂商 呃 LCD的厂商 牵涉到 需要用 无际发光材料的这些厂商 很多 买来的荧光材料 都是从日本 啊 买进来的 日本呢 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厂商啊 像这个日亚 日亚化学 像这个Case Ichea Chemical 日亚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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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亚化学原来是一家很小的 在治国的一家 小的化学公司 他因为研究这个 螢光材料 呃 后来研究 蓝光的LED 呃 这两家公司呢 在日本的 这些Fosco的材料 其实有非常 呃 重要的这个地位 最近这几年呢 像这个Mitsubishi Chemical 我们把它叫做三菱化学 这家公司在 荧光材料的发展呢 呃 主要是在这个 细酸岩跟氮化物这一块 所以 Mitsubishi Chemical 已经 已经 病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Atonics 那大家 想想看 在日亚 从这个日光灯 日光灯呢 在过去 几十年呢 都是我们照明的 主要的这个来源 Igea Chemical 在湖口 工业区 它有一个分装厂 主要供应台湾呢 呃 日光灯 台湾的日光灯 主要有两个 两家主要的公司 一家叫台湾日光灯 它用的是 Toshiba的 另外一家叫东亚 它用的是 Mitsubishi的技术 所以主要是这两家 那它用的荧光粉呢 主要是 Igea Chemical 它所供应的 那大家很难想象 像这样子的市场 他们一年从日本输进来的 荧光粉的量 特别是用在照明上面的 大概有 150吨到200吨左右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量 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 基本上台湾不发展这个 Fosphor 没有Fosphor的产业 一直到最近这几年 因为白光的LED 兴起了以后呢 还逐渐有一些厂商呢 愿意投入这一块的原发 那过去 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之前 台湾用的 多半是Igea Chemical的 荧光灯的 用的这个 这个荧光粉 所以 日本这个 这个桂山寺人的学派 在 荧光粉的理论上面 其实是很重要 因为像德国呢 它有两个学派 一个叫Lena学派 一个叫Gerttingen的学派 那 这两个学派主要的研究是 第一个 Lena学派呢 主要研究这个 减土的硫化物 比如说盖 施背的硫化物 还包括硫化心的 这些硫化物 那 这些硫化物啊 我们又把它叫做Lena的Fosphor 那这个部分 主要的是在 基础元素的利用 当然也包括 过路金属的元素的 这个利用 那 我们晓得德国的自然科学 或者工程的科技呢 它是非常强的 那主要它有非常深厚理论的基础呢 在后面 support 那除了另外一个学派以外 在德国另外一个学派 叫做Gerttingen的学派 这一个学派 主要是以 银跟钛离子 当作这个activator 那 减土金属的乳化物 绿化钙 绿化丝 绿化被 或浮化被 这些东西 或浮化钙 这些东西呢 当作host 所以这两个学派研究的对象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到了后来 德国的 这些Fastful的发展呢 可以说在欧洲 它是具于领先的地位 除了德国以外 像荷兰 法国 少部分呢在英国 所以这个 德国在Fastful的这一块的 发展 它有非常强理论的support 像Ossum的大唐 Ossum Ossum 这个 我们叫奥斯朗的 这个 Ossum 像欧洲呢 Philips 这个 这个 是欧洲两个主要的 Fastful的供应商 那 除了这两家以外 其他都是比较小的 那这两家呢 一家叫 Ossum 叫奥斯朗 奥斯朗 你去 卖场 你要去买 日光灯 或者螺旋状的 荧光灯 节能灯 奥斯朗提供的产品 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 Philips 是荷兰的 这个 厂商 那 Ossum跟 Philips呢 他其实在荧光灯的研究 都有非常 长远的这个 研究的这个基础 所以基本上 这三个学派啊 主宰了这个早期 荧光灯 这些理论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 Geringen的学派呢 他 对这个 Philips里面呢 他经常有的这个缺陷 Defects 那Defects 在这些 无际的材料里面 特别是固态的材料 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的例子 这些Defects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在一个无际的快材里面 你有一个缺陷在那里 这个缺陷呢 它会捕捉电子 会捕捉电动 那这些都会牵涉到它的发光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这缺陷呢 其实在荧光粉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除了 这三个基本的学派啊 那 引导早期的这些 材料研究的这个 进展 那我们看看 基本上这些Phosphorus的设计 第一个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 你需要有一个host 那你需要 掺杂的一些activator 就是一些活化剂的东西 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敏化剂 或者叫真敏剂 那 所以你会有一个host 一个发光的 cestizer 然后呢 是一个发光的这个活化剂 所以A通常我们叫做发光中心 那当然我们也介绍过 你不用掺杂它就会发光的 我们叫自发光 比如说帆栓引 这是一个自发光的材料 好 所以 我们用这个图啊 来介绍这个 这个Phosphorus的主要的 在这个5G材料里面呢 主要的组成 那这是一个代表这个 长方形的这个Vlog代表的是一个matrix 所以标示它是一个主体 另外呢 你有sensitizer跟activator 那有时候 大部分其实是不需要sensitizer 没有这个s的部分 那就直接激发了这个activator 然后发光 这是最常见的 有些时候呢 你需要一个sensitizer 那sensitizer 吸收了光源 的能量 然后转换 经过能量的传递 到了activator 然后再发光 那 为什么一定需要这个东西 那 主要的是因为 这个东西它会 比较有效的吸收 利用这些激发的光源 那这个activator呢 通常它是比较弱的 你如果直接激发它的话 其实它的吸收的效率并不高 所以需要来这个 这个当作辅助的 这个 一个center 那 你有敏化剂 或叫做真敏剂 跟这个activator 之后呢 其实它吸收的光 第一个 它本身会发光 第二个呢 它可能会有灰辐射的缓解 那 当然 它有一部分 或者一大部分 它可以转移到A 然后A呢 再发光 所以我们把它summarize 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diagram 如果你有 一个sensitizer 一个activator 那 在一个host里面的话 这是它的 能阶 所以这是敏化剂的基态 米化剂的激发态 我们打一个star 这是活化剂的激态 是活化剂的激发态 它可能有不止一个激发态 那这个吸收了能量以后 你可以pumping这个米化剂到它的激发态 那 经过能量的转移 这个energy transfer 那这个能量的转移啊 在这些 固体的发光材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subject 我们实验室自己就做一些能量转移的研究 那这个能量的转移 其实有一些条件 通常我们会看到就是sensitizer跟activator 必须要够近 有人说这两个发光中心这个离子 它的wave function呢 一定要overlap 要够近 那如果离得太远的话 这个能量转移的效率其实是很差的 那有时候会牵涉到能阶的相称 那就是说你这个sensitizer的能阶啊 跟这个activator的 特别是激发态的 这个能阶 它要 能阶的高低呢 它要相称 所以能阶的高低呢 它必须要相称 这个观念呢是很重要 那如果这两个能阶差得太远 那基本上它的能量的转移 效率是或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搭配能阶相称的一个activator 或者是导过来 你有activator 那你需要找这样的东西 sensitizer呢 让它能阶是非常相称的 那 你就可以预期它有足够能量的转移 从这边转移过来 当然刚刚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距离的因素 微function overlap的因素 所以 经过能量转移之后 a star吸收了部分的能量 其实它吸收能量以后 这一部分 我没有再继续的 讲到这个s star 它可能会缓解下来 到特定的能阶 然后再发光 所以s呢 它会发光的 那这个a啊 吸收了能量以后呢 它可能会缓解 到a2 所以这一段 其实我们在前面强调过 它是非辐射的 那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非辐射的缓解 那就是它的缓解呢 其实是不发光的 非辐射的这个缓解 那这个在发光材料里面呢 非常非常常见 那这个叫做non-radiative的 叫non-radiative的relaxation 就非辐射的缓解 所以它对发光 其实是没有贡献的 基本上热振动呢 就把 它的能量呢 消耗掉 然后a2 这个sine state下来 这个部分呢 才是发光的 好 所以 有这个图以后 我们到处上可以了解 发光的材料 跟你激发能量之间的interaction呢 其实 在这个固体里面呢 不是很单纯 不是很单纯的 那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例子 那有些当然不需要这个sacitizer 直接吸收 另外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出来讲的 就是主体吸收 host吸收了以后呢 能量转移给activator activator 在发光 也有这样的 那当然有很多单纯的就是activator 吸收能量它直接发光 也有这样的 那主体吸收的部分 我们没有详细的提出来这个介绍 好 所以底下我们就从这个composition的观点呢 从这个host activator跟sacitizer 还有这个quencher 那 从这三个方向来考虑 活化剂 敏化剂 这个呢 应该叫做coactivator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 敏化剂呢 又叫做这边加一个co 它其实是coactivator 我们叫辅助的 辅助的这个活化剂 好 host 其实非常的多 在我们设计一个材料的时候 host 是最基本的 那这个host的选择啊 当然 课本里面它有一些 基本的 你可以follow的这些通责 那一般来讲 比较好的host 它本身是不发光的 那不发光的话 通常这些host 里面的 阳离子跟阴离子呢 它有一些基本的 要求 那 我们小的host 基本上它有 阳离子跟阴离子的 两个部分 所以这个host 里面 它有anine 跟canine 它有阳离子跟阴离子 阴离子的部分呢 通常是阴离子团 阴离子的部分当然是可以是 乳化物 或者是硫化物 或者是硫化物 这些非常简单的 当然它也可以是阴离子团 比如说 帆酸根 乌酸根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anine 那通常比较好的anine 应该是 光学上不active的 所以我们叫做optically inactive 就是说 光学上来讲 它是不active 换句话说 它吸收了能量以后 它是不发光的 这样是比较好的anine 那 这些呢 它吸收能量以后 它是会发光的 所以这些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自发光的 这些自发光的硬离子团 有它的用途 但是就比较一般的考量来讲 这些硬离子团 并不是非常好的选择 通常它必须要有closed shell electron shell 比如说 乳素 或者是硫化物 或者甚至氧化物 这些呢 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这个anine 好 所以主体的部分呢 通常我们选择anine 它是选择optically inactive 那阳离子的话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那阳离子的话 通常它像 减金属 减土的金属 一架两架的 甚至有很多三架的 这些 那通常呢 都可以当做这个canine 那比如说像 ammonium 它也是一个氧离子 或氧离子团 那这样的东西呢 是比较不配合的 那主要的是像ammonium这样子的 氧离子 比较大的氧离子呢 它其实 血溶性 所以它在空气里面 非常容易炒解 那这样子的材料呢 就不是很实用 好 所以host 我们尽量避免它本身呢 会自身活化的 除非你有特定的需求 所以我们把周期表拿出来 看到底哪些 氧离子 所以 这边标示出来的这些氧离子 大致上呢 是可以拿来当做你的host 主体里面的氧离子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closed shell 就是它的电子填满的壳层呢 是填满的 比较特别的 像这个GD GD三架呢 它是一个 稀土的元素 那这个GD三架 它是F7的电子阻态 所以它GD呢 本身它是一个稀土 那它是有光学活性的 其他的这些离子呢 通常是不具有光学活性 换句话说 它不发光的 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当做主体的氧离子 那GD 在很多的发光材料里面 会用到GD 那GD本身是会发光的 比如说它的子外的 310nm的附近 到315nm它会发光 GD这个离子很重要 是因为它有非常高的能阶 所以我们上礼拜介绍过 它这些量子剪裁的材料呢 它会用到GD的离子 它本身也是会发光 但是我们在某些材料里面会用到GD 那其他的这些也都是很常见的 那因为 環保的因素 或者是你要发展绿色的材料 通常隔 这个研究呢就非常的少 那像拱 通常我们不做这些 含拱的、含隔的、含铅的、铺 这些重金属呢通常我们就不用 另外像这个碑 这碑的离子啊 目前也是被认为是有毒性的重金属 所以一般来讲 这些呢它的研究数量呢 会逐年的减少 这早期 几十年以前呢 或者是荧光粉发展的初期 这些离子其实都很常见 主体的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离子或因离子团 在这个部分呢 通常我们刚刚讲过 你如果选的是 乳素、硫化物、氧化物 这些都OK 通常它是不具有光学活性 这具有光学活性的 就是它吸收能量以后 它会发光的 那这样并不是很好 那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说一个材料里面 在一个host的材料里面呢 这个host 那你有activator 那我们当然希望host 它是不具有光学活性的 所以叫做artically inactive 那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能量给它以后呢 激发它了以后 host用掉一部分 那activator也用掉一部分 那这样子的能量效率通常会比较差 那 所以 这些呢 都是有光学活性的 那一般来讲 除了你有特殊的用途 或特殊的考虑 我们才会用到这些 具有光学活性的 这个 因粒子团 那这些光学的活性呢 其实 牵涉到的charge transfer 这有不同的 架数的 负一架到负四架的 这些因粒子团 通常它都会自化光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它都会自化光 我们前面介绍过 这些东西都是低零的电子阻态 它形成一个因粒子团 那 这些也是很常见的这个因粒子团 只要靠着这个charge transfer 来发光的 那 这个例子我们讲过 这个是传算乙的例子 那这个因粒子团呢 它本身是光学活性的 所以它会发光 那发光的机制 它的原理 我们在前面呢 介绍过 它是 这是它的分子轨域 这是VO4 因粒子团的分子轨域 这边呢 这边呢 繁离子的 鬼域 这边是 氧离子的鬼域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Tetrahedral Geometry 那我们从它的 原子的架鬼域呢 可以建构一个分子的鬼域 这个分子的鬼域呢 它所代表的是VO4 3-这样子的一个因粒子团 所以 这个 当然一般我们不会考虑到 用传算乙 那有些特定的状况呢 你可能会需要 主体发光的 你就选择 有光学活性的因粒子团 那我们讲过 它的Charge Pensor的机制 主要是从这里 放平到这里 然后 Emission呢 是从这个能阶 下来 所以它的发光的机制 吸收跟发光 是分别在 这三个能阶 发生的 好,所以 这里面因为牵涉到 这个鬼域来自于 金属 那底下这个鬼域呢 来自于 因粒子 所以它是牵涉到 氧离子的中心 跟金属离子的中心 那这种呢 牵涉到两个中心的 电子的迁移呢 我们叫做 非常典型的Charge Transfer 如果有一个配位机 一个中心的金属 那电子从配位机到金属 非常非常典型的Charge Transfer 所以为什么叫Charge Transfer 其实它的 Electron的Transition 牵涉到Oxide Center 牵涉到Vanilium Center 它是两个中心的 它是两个中心的 所以我们叫做这个 电荷迁移 或者是电荷的转移 是这样发光的一个机制 好 所以像这一类的 这个N-Line呢 这一类的 通常是 我们 设计这些荧光材料的时候 除非你有特定的目的 要不然通常不考虑这些 这个Phosphor 有一个 非常 重要的这个Phosphor 这是一个红光的 它这个因为 大家看到EU三架的这个 发光的中心 所以它是发红光的 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呢 非常有用 但是第一个 它这个是自发光 那这个部分呢 它是发红光 所以这里呢 不见得这样的东西 就一定是要排除 或者是没有应用的价值 像这样子的 它的发光呢 是在可见光 这个主要是在短波长的可见光 或者在UV的部分 所以 我们用这样的材料 其实主要的考量 主要是它发红光 发红光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研究 比如说 是不是它本身吸收能量 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吸收能量 transfer到EU 有可能呢 EU本身吸收了能量 然后再发光 所以它发光的机制呢 其实有不同的途径 那这个其实当然 可以做比较深入的这个研究 好 这个我们谈到Holst的设计 应该怎么选择 它的阳离子跟阴离子 那底下呢 我们看看 几个实际上面的考虑 那第一个 这主体的部分呢 通常阳离子呢 必须要在基因格里面 能够被稳定下来 那这样子的阳离子 通常它的壳层呢 是 closed shell 那这样的阳离子呢 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像 像高 过路金属的高 阴离子呢 是silicate 那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 host 阴阳离子的一个组合 另外一个就是 它如果有高度的 溶解度 比如说含了氨 刚刚讲过像这个氨 比如说像钠 钠离子 那一般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 比较不好的 我们会避免掉这些 如果它的solubility 是比较高的 那 应该再进一步讲 这些东西摆在 空气里面 它很容易槽解的 那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不适合 当作这个phosphor的 材料 在设计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要 考虑到 另外刚刚讲过的 在周期表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 不同的 阳离子 那这里面呢 这四个 全部是基础的阳离子 那大家可以拿来 当作这个host 的 阳离子的 可以选择这些 那这里面 大致上都是closed 除了GD三架 是半填满的 这个 电子的壳层 另外这个 我们刚刚也讲过 这些 高价数的阳离子 通常它会形成 阴离子团 因为它氧化力很强 所以它很容易 形成这个 Oxide 或叫做 Niobate Vanidate Molidate 这些阴离子团 那这些东西呢 通常我们 就刚刚讲过 除非说你要用的是 这些的发光 要不然 应该是尽量避免 那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例子 它其实是一个 叫做细酸 锡的粒子 这个叫做 Tin Silicate 那我们晓得 锡这个离子 它有四架跟两架的离子 那 锡的这个离子 其实 在无气化学里面 它是 相当有趣的离子 当然不只是Tin 还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离子 像 Tin呢它有两架的 它有四架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标示 S2的话 Tin两架的通常呢 S2 那 Tin四架呢 它是S0 这样子电子阻态 好 在一个材料里面 因为Tin它有两架跟四架 四架它没有S电子 所以它不发光 那这个两架的Tin呢 它是S2 通常这个 在S轨域上面的 这一对电子 我们叫做Inert Pair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一对电子呢 其实是很稳定的 通常呢 它不参与化学的反应 所以这个电子通常会 Localized在S轨域上面 那这个解释的 为什么很多的 Main Group的金属 比如说 有Inert Pair的 这个电子 像 铺 一架的 这个有Inert Pair的 这个效应 像 我们看看 铺 和 铺 铺 铺 像 这个PV 两架的 这些东西呢 它都有Inert Pair 所以这一对电子 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Localized 在它的S的轨域上面 那 4架的它就没有S电子 所以这个化合物里面 比较有趣的就是 你要有4架的电子 要有2架的棋 这样子的 这个材料呢 其实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 在一个材料里面 同一个元素 你要有2架 要有4架 那其实呢 像这样子的设计 idea 是可行的 但是实际上 你要合成这样的东西 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它是属于一个 mixed valence 的 phosphor 它是属于混架的一个phosphor 因为2架又有4架 实际上你去做合成的时候 它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往往我们会避免 在phosphor的设计里面 牵涉到这样子 比较复杂的 redux的 这个实际上的状况 就是 像这种 这是一个例 好 刚刚讲的这个tint 它当然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活化剂 那2架的呢 它是发光 那4架的tint呢 它是不发光的 所以4架的tint呢 它是不发光的 它不发光 因为它没有这个 架链子 我们看活化剂 基本上 在活化剂的选择上面 其实它是比较多样化的 当然你这个活化剂 要把它掺杂到主体里面 你有一些考量 在合成上面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 我们考虑上就是有一个matrix 然后我们在doping 发光的中心在里面 实际上你去做合成的时候 我们是把原料 换句话说 合成host的原料 跟你的这个活化剂呢 通通摆在同一个batch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做合成 好 所以羊粒子的选择呢 这边有一些 基本的 一些 要求 那通常我们 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基本的要求 当作activator的 稀土 我们介绍 非常多的这个 稀土的 元素 波露金属呢 主要是各 蒙 还有这个 有人说部分的铁 可以拿来当作这个 这个 活化剂 那比较常见的sacitizer 就是这里 所以 我们讲过 有些不需要sacitizer的 但是有些呢 是需要sacitizer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化合物 这个我们叫做 乳磷酸钙 T蒙 五毛的钙 然后这个磷酸根 Dio4 然后呢 浮 或者是绿 你有三个磷酸根 那你掺了两个不同的 一个叫做T 另外一个呢 当然叫做蒙 像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个其实就牵涉到 活化剂的选择 那这个主体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 研究的非常多的一个host material 我们看起来 这样的主体呢 其实它的组成呢 是有一点复杂 结构上面其实也比较复杂 那你T 跟蒙 T呢 主要当作敏化剂 吸收了紫外光 然后传给这个蒙 好 这两个离子啊 通常它取代的 这两个呢 通常是取代 它是取代钙离子的 那没有T的话 猛的吸收254的波长 紫外光很差 所以你必须要T呢 当作一个辅助的 共参的一个活化剂 所以这边主要讲的是 T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相当好的 活化剂 那类似这样的 比如说像B VI 那有些时候呢 VI跟EU的组合 有一个host EU跟VI的组合 像这样子的 combination 也是我们常会用到的 所以VI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跟T一样的 它是一个 辅助活化剂 或叫做免化剂 它是一个sensitizer 它是一个sensitizer 所以通常呢 它的位置呢 是在周期表的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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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quenchure呢 我们明天再来 再来谈这个quenchure 那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到 这些phosphorus的design呢 介绍到host部分 另外介绍到 另外介绍到 这些activator的部分 包括这个coactivator 还有这个sensitizer 那明天呢 再来介绍 这些quenchure 一般我们合成 这个phosphorus的材料 通常不用金属的容器 因为我们认为 金属的离子呢 它主要扮演的是 是脆化 脆灭的 这个荧光脆灭的 这样子的一个quenchure 所以通常我们 合成这些材料 用的都是陶瓷的 比如说氧化铝 或其他的这个 这个陶瓷的材料 我们通常不用金属的材料呢 来当做这个反应的容器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